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們做一些軟硬整合的心得 跟一些想法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明達 我之前在外商的機械盒公司 當資深專案經理 我本身很會寫程式 我本身也對機械盒非常有興趣 所以現在創辦公司的目的 就是創辦公司 我想把機器人做好 可能就是做很多隻機器人 一號二號三號四號 然後一直做下去 我的專長是影音的處理 巨量資料分析還有人工智慧這三個部分 這部分我從 大學移幼所的時候就一直在 這個領域 我們團隊 非常優秀的 都是台新教育城鎮 國外大學蘇果市所組成的 我們公司 現在定位成是一個機械人設計公司 主要是提供各種 雲端、APPI 機械人解決方案 解決各種產業的問題 核心專長是影音處理 巨量資料分析跟人工智慧三個部分 我們在今年有推出一個 影音的平台 叫做MySNG MySNG是什麼 它的意思就是我們自己的 我們想轉播任何東西都不需要 請報社或電視台來轉播 我們自己用手機 透過4G LTE或3G 或是一般WiFi的給做轉播 那這邊的話 我這邊有做一個MySNG的Demo 它的原理很簡單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透過手機 再拍一個 就是球賽的現場 在一秒鐘之內 我的朋友透過他的瀏覽器 就會看到 球賽的狀況 我們功能大概是 有八項功能 大家有請問問 這個跟Youtetream 還是YouTube好像沒什麼差別 我可以跟大家說 真的是沒有差別 因為同樣是視訊轉播技術 但是我們視訊轉播技術是我們自己的核心 然後我們自己建置的雲端 那我們的賣點在於說 我們的轉播速度比較快 一秒之內就可以轉播到全世界 再來就是 我們Server 千人投行收看 好吧 YouTube跟YouTube好像也可以 但是我們有一個 特別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控制周邊的硬體 就透過我們的軟體 然後可以看到視訊 然後可以透過網頁 就可以直接控制周邊的硬體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demo 這是我們公司最近做了一個 水族箱的demo 我們透過網頁 就可以看到 我們水族箱裡面 有魚 然後有這個 有這個暴龍 會張開嘴巴去咬魚 這樣 然後還有這個水車 可以控制它的這個轉動 然後還有這個 我們上面有把一個小的肉皮機器人 然後可以去趕魚 這樣子 那這個水族箱的demo 我現在讓大家看一下 謝謝 謝謝 OK 那這個是我們一個livedemo 那這個水族箱 現在是在我們辦公室裡面 那我可以透過這個 浏覽器 就是桌機浏覽器 或是手機 如果各位有 現在連上我們公司 力導人力科技網站的話 也可以透過手機 來控制這個水族箱 那比如說我現在控制 現在水車這邊有在轉動 那我可以關閉水車 那現在水車就關閉了 好 那現在這個暴龍一直在那邊 張開嘴巴 一直在那邊咬魚 那沒關係 我可以把它關起來 免得這個愛護動物的人士會抗議 這樣子 不過各位發現 我們這個上線很久 還沒有一隻魚掛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 沒有那隻魚受到 對 都沒有受到任何的損傷 OK 然後呢 我們上面有釣了一隻小ロビ 然後我們可以操縱它去趕魚 所以魚到右邊 那這個 這個ロビ透過這邊有釣魚線 我們上面有 後面有個馬達可以控制它 我們可以一直 透過這個網頁 我們就可以做控制 那這個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其實因為我們在做這個買SMG的時候 發現哇塞 它這個 我們技術 比Youtetream跟YouTube好一點點 然後呢 但是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賺不到錢 賺不到錢 因為像這次這個活動 在宣傳的時候 那不知道月亮還是大部分有寫一段說 欸 現在APP 普遍都賺不到錢 對 那 那我們 也遇到同樣的困境 那我們在跟很多創投 還有一些就是 前輩討論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 你們 這個 做機器人 你們 有做出議題出來嗎 因為他們的思維都是說 欸 你可能做機器人 一年可以賣一千萬台 那一台可以賺 比如說 一千塊台幣 哇 那你這樣子 不得了啦 一年的經歷就有一百億台幣 這樣子 那他們都是用這種思維 所以 我們在做這個 純軟體的影音互動平台的時候呢 就遭遇到這個問題 欸 我們收不到錢 然後人家會說 你一年出幾台 沒有 我們就做純軟體 那我們要怎麼突破這困境呢 就是 就是我們在做這個水族槍 這是一個demo 我們最後還會做一些 一連串的demo 比如說 它是餵飼料的 就是 投飼料進去 但那個demo 可能就是裡面是假魚 因為可能一堆人就開始投飼料這樣 然後很快它就滿出來了這樣 然後呢 另外我們還可以做一些 就是比如說 澆水的 溫室澆水 那這些demo呢 我們要怎麼賺錢呢 就是 從這個右邊 我們有延伸閱讀 就教大家怎麼去DIY DIY做這個一樣的水族槍出來 那DIY的教學 除了跟大家講說怎麼做之外 我們還有賣套件 那我們用這樣子來 就是 維持我們公司的運作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點一下這個DIY的教學 那我們這些用的這些軟體 都是open power 就大家在一般的光滑上 非常容易可以買到 那就是 如果各位對這個 當maker 很有興趣 那這些 相信都不會陌生 比如說這機電器 可以控制開關啦 然後還有我們這些電源線啦 然後怎麼做啦 那我們在這個 教學文章 我們都會有介紹 那當然介紹完之後 我們還有一段這個範例程式嘛 然後呢 那我們還有就是最後一個demo可以看 那在右邊呢 我們就當然就還有我們的 這個很重要的這個商品推薦 是讓大家可以透過我們網站 可以很輕易的買到 大家所需要的套件 跟一些零件 那這個是我們 為了要突破 就存軟體 所以APP賺不到錢的困境 所以我們勢必要跟這個硬體做結合 那我們就是建置了一個雲端的視訊平台 雲端視訊平台呢 可以透過網頁 看到就是我們的那個APP的視訊 那透過APP呢 我們可以控制其他的裝置 像這個水族箱呢 我們是透過USB在控制的 我們的做法就是 這個是 這個好像 認識到 對 來 在這套件裡面 不好意思 現在網路有點慢 那 這個是我們主機 就是一般的Mac 或是Window的筆電 那透過它的這個 上面的Camera 就透過USB 然後就控制我們這些開發板 那像這個開發板呢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 靜雲缸裡面用到的 在這邊 就是Arduino Arduino開發板 這個一般Maker很喜歡用 因為它非常的容易上手 然後它又控制IO 又可以控制馬達 然後寫程式又非常的方便 那這個Arduino呢 上面還可以放藍牙模組 它還有出這個 藍牙2.0 還有藍牙4.0的模組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它可以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 透過手機 像這個iPhone在這個 iOS7 還有iPhone5s之後 都有支援這個 藍牙4.0 這個BLE 就是Low Energy 那iPhone也只有支援 Low Energy 然後在這個Android的部分呢 我們目前看到的資料是這個 Android 4.4以後 它有支援這個Low Energy 那所以說 我們在這個 Arduino的上面 我們可以疊一塊 藍牙4.0的模組 那我們的手機呢 就可以轉播視訊 然後透過這個藍牙4.0去控制 這些Io 那所以我們網站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教大家怎麼 用這些Open Hardware 跟Open Software 然後呢 用我們的這個視訊服務 然後來做一些很有趣的應用 好 那這個是水煮箱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 就是 為各位介紹說 其實這個視訊應用 剛好在最近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在7月份的時候 我們視訊LT會開始領運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推出一些 手機即時分享的一些活動 比如說街頭藝人SNG啦 就拿一隻手機 就一直拍街頭藝人 把他的就是 就是表演 就是即時的這個轉播出去 那這時候 各位就會看到 這個Facebook上面就是 會有說 現在街頭藝人即時表演 那這個就很不一樣 因為他不是YouTuber 他不是Replay 而是Live 那這時候大家就 就很想點進去 因為他是 過了他就沒有了 那當然呢 就是我們還有同事 喜歡就是比如說 正妹的一天 就是拿著一隻手機 跟著一個正妹 拍他一天這樣子 這應該 可能7月1號那天 我們就要上 應該是蠻有賣點 可能瘋狂轉貼這樣子 然後Server第一天就爆掉 然後還有這個寵物SNG 是大家拍自己的家裡寵物 然後就可以選美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馬來SNG的應用 那再來呢 就是因為我們是做這個 機器人的設計 所以我們 我今天有準備一些demo 比如說像這一隻 這一隻其實是 買現成的 買現成的 但是它有提供SDK 所以我們可以在上面 客製化自己的軟體 比如說我之前參加 這個Idea Show Plus 有進到入圍 就是20對前6名 有一個叫火星球的軟體 那這時候呢 我可以把它porting到 這個平台上面 然後透過這個lightning 去控制 去控制這個 這個履帶車 那這個履帶車要怎麼用呢 就是 因為我之前做的demo 它是一個語音互動 比如說我跟他講 Hello 他會跟我講 Hello你好 然後我可以問他事情 比如說現在流行什麼 然後他就說我應該去問誰誰誰 那這個軟體呢 就是 只有語音互動 還不有趣 那自從他裝上了履帶之後 會走的時候就很有趣 因為我可以叫他過來 叫他做一些事情 還有一些實際上 Physical 就是 物體上的互動 斷茶水 那 可能底下這個載具 我要換一些 比較很有機器手臂的 那種 就是那種載具 那我這邊為各位做一下demo 這個手機呢 插上去之後呢 它就火過來了 好 然後這是他這個 預設的一個APP 那當然也可以就是 自己寫 還有提供SDK 像我是把這個 火星球 一個語音互動機器 coding上去 那他預設APP 我可以 給大家做個demo 比如說 我先把它放到地上 好 那我用另外一隻手機呢 我可以去遙控它 好 沒有 小心 像是 是 我可以說 我現在就可以看到這個機器人 他看到影像 那我可以透過我的手機去遙控他 譬如說前進 然後往右轉 往左轉 再往左轉 再往左轉一點 他看到我了 我們應該少吃一點 看到自己的影像 應該可以再瘦一點 這個是透過影像 還有透過網路平台 去操縱機器人的應用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遙控他 就是回到我的腳邊 這個目前我們有在做Porting 就是他目前這一個 這個機器人它的範例程式 它只能夠在同個LAN裡面 同個Wi-Fi裡面 做P2P連線 那我們在做Porting是把我們 把我們買SNG放上去 這個機器人看到影像 可以讓全世界人看到 然後全世界人可以透過 我們的網頁界面去遙控這個機器人 可以遙控這個機器人 所以這一點就變得非常有趣 比如說我們可以做一個遊樂場 讓這個機器人在這邊探險 然後大家就可以透過這個網頁 看到機器人 看到的很影響 這是一個平台做救援的 搜救任務 我們等一下 ita metros 我們現在 為了 contained building 你們 這是國外募資的那一支嗎 對 這支的話它在Kickstarter上面的募資 非常成功 那目前買的這支是第二代 但它的銷售量不是很好 我看它因為它訂單是一二三支連續的 然後我買的時候才賣了六千多支 那一支的話大概 美金大概一百五十塊 不含運費 但含運費就要再加五十塊左右 那這個是機器人的電話 那我們之後就是針對一些機器人載具 那我們就會把我們在影音的技術 讓大家可以透過網頁去操作這些機器人的載具 那我們也會提供Open Source 就讓大家Maker可以用我們的Open Source來玩 那因為我們Open Source跟原廠SDK 並起來我們就是有多那麼多一點的影音技術 那相信就會非常有趣 那另外講到Maker的話 我們目前在五月底 Maker Fair 台北 我們有攤位 那是Intel 請我們過去幫他們做demo 我們會在Intel的坦位上面做展出 我們展出一個台灣自創的一個機器人 是一個黑熊的造型 台灣黑熊這邊有個B10 因為那時候我們去年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就是動物園團團圓圓 他們有一個 然後呢 因為不小心把小貓熊弄傷了 所以他們就拿個機器貓熊去讓他練體當媽媽 那這隻機器貓熊是我們的實習生做的 那我們最近本來想拿那一隻 就是同樣的一隻去群眾牧師平台試試看 但後來想想貓熊做的感覺好像都是大陸那邊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次Maker Fair 台北 因為呢就用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台灣黑熊 這個有V0這樣子 然後要做展出 然後用的是這個Intel的Gallery 這個茄粒綠的板子 那這個茄粒綠的板子它蠻有趣的 它是Intel X86的系列 然後呢它裡面就是400MHz的CPU 那它有USB 然後也有網路控 那微軟也會Pot in Windows到裡面 但是我們目前在開發的話 我們是用Tile Linux Project 就是我們用那個來改 然後加上我們的視訊技術 那這個5月底的展出就是 會在Intel的展出 Intel的攤位展出 對 那個我們目前的Prototype 第一個它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今天有第二隻Prototype 2 那它眼睛比較大 然後有鬥雞眼 看起來都比較可愛 然後Intel版就躺在這裡 然後這邊的手會動 這邊有兩個馬達 這個兩個手會動 然後這邊也挖一個洞 放一個camera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5月裡要去展出的 這個台灣黑熊機器人 OK 那剛剛那個機器人呢 它是個很有趣 它是用紙做的 就是說 我們那些是用後紙板剪出來的 它是紙做的 所以 因為紙做的會 所以它的成本就很低 然後而且 它可以讓就是 一般可能15歲以上 到大學生 他們可以DIY 做自己的機器人 然後配了這些Open hardware 透過紙板 就會做機器人 最近有那個新聞在報說 有人用紙做出什麼 跑車啦 那都很厲害 就用紙就可以做了 那我們第一代機器人 是用紙做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推出這個 用3D列印機做出來的機器人 那這個也是Kickstarter 非常成功的 一個小機器人 它是裡面放這個樹莓派 它裡面放樹莓派 然後呢 它會走 然後這個手會動 然後非常的可愛 讓它募資非常的成功 那我讓大家看一下 它Kickstarter上面的樣子 嗯 可能Kickstarter 剛好這個時候 對 滿會小鐘 對 OK 那沒關係 那我們是 接下來的話就是 會做這個3D printer 那一樣就是 Open的 我們的那個 硬體的設計 我們會做Open source 那這樣大家很方便 可以在家裡附近 找那個3D printer的那個 sharp 去把它印出來 就可以做成這樣 還沒有指甲 還沒有指甲 對 還沒有指甲 然後這個是非常有趣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 這個也是Kickstarter 募資非常成功 因為剛好它創辦人 前兩個月來台灣 我們有聊過 這樣子 那它是一個飛行機 就是三懸疑的飛行機 然後它當初在Kickstarter 我們站上交目 台幣100萬 那可是因為這個飛行機啊 它這個非常有趣 然後而且做得不錯 所以它 只要目100萬 那它目到3千萬 對 那因為它這個 之前就是 它目前只有Android的版本 APP去遙控它 那還沒有iOS 所以它就是 想找我代工 這iOS的APP的部分 那就是最近 差不多要談定 這樣子 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case 那接下來這一個 Arduino的話 就是大家可能覺得 就是比較熟悉 它就是現在 就是Maker人 最常用的板子 因為它非常的 好用 而且簡單 而且非常多的範例程式 那我今天有帶來 就是各位等一下有空的話 一起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Arduino板子 那這個Arduino它有個故事 它是 它是義大利人做的 義大利 主要是 因為大家以前在做 一些單晶片 這些 單片機 可能大家就是 喔 買來之後 然後加一些洞洞板 然後再加一些電容 電圖這些 哇 天啊 光是搞這個 可能又搞了一兩天 然後 最後一個不小心 還燒掉 那我還記得 我之前想要跨到這個領域 那時候 我在公司 那公司又派我去學 這個Hawler 我說Suiti上河 結果 我有一天 就搞這個東西 我搞了一整天 一個不小心 就砰 燒起來 然後 我就要重來 一整天喔 然後 我從那天開始 我就跟自己說 我還是做軟體好了 這個 我把它承受的打擊 那 現在很多這種open hardware 就很棒 就是不用再自己焊了 不用再自己花一整天 看一個電路板 可能到最後還不會動 那這個都做到 人家做好的 所以 而且非常便宜 大陸 大陸做的一片才一百多塊 那 意大利圓廠的 大概八百多塊 那這個 這個我覺得 我是都買意大利圓廠 一定覺得好像 感覺比較穩一點 那比較重要的場合 還是用意大利圓廠的 那再來這個樹莓派 樹莓派的話 它跟這個Arduino有點不一樣 Arduino的話 它這個是 單晶片 AdMail ABR 單晶片 那它的指令 就非常簡單 它也沒有作業系統 但這個 樹莓派呢 它這個就非常的有意思 它裡面有跑一個linux 它是基於debian 的一個套件 叫做restman 那這個的話 它裡面是一個 這個手機 手機的晶片 手機晶片它裡面呢 還可以有camera input camera input進來 然後呢它裡面還可以 就是錄製這個 HD的 HD的這個MP4檔案 所以它這個 它這個板子 其實它的那個 性能非常的強大 但是它唯一的弱點 唯一的弱點 就是它Io非常的少 所以 在我們這個 機器人Gblog網站 我們就有教學文章 就是跟大家說 怎麼去改善這個缺點 因為它這個非常強大 它是一個手機晶片 它甚至還有HDMI的 output 對啊 所以 它還有這個USB進去 所以基本上 接上HDMI螢幕 然後呢 接上USB的鍵盤 滑鼠 它這一台 就是一台小電腦 請問它有支援Wi-Fi和散去嗎 Wi-Fi有 那Wi-Fi也是透過這個USB 對 然後要買一個 它有 對 USB的網卡 它目前支援比較好的是 有兩款 那那個 參坤有賣 參坤一片才大概250塊 那如果你在這個RS網站買 像一般蘇美派我都是在這個 它只有兩個代理衫 一個是RS 一個是 我有點忘記名字 因為我都是在RS買 那那邊是比較便宜 那我們網站也有賣 但是我們網站就是 也是透過RS買的 所以就是 就是著收10%的服務費 就是方便大家購買而已 那這邊的話就是 可以透過這個USB 擴充一個Wi-Fi的Dongle 那它就可以連上這個Wi-Fi 那或是透過實體 實體的網路線也是可以 那這個Wi-FiDongle 很多好用的地方 比如說可以放這個 3G的Dongle 因為它就具有 這個3G的 無線通訊能力 那這一次 參加這個104 這個木製比賽 我們有拿到前兩名 那就有機會去戲補10天 那我就打算就是帶著 我們的台灣黑熊 謝謝 台灣黑熊出國比賽 然後裡面呢 會放這個 樹莓派 就是貝瑞派 然後再加上一片Arduino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 這個USB Camera 然後做一些互動 可以透過手機 透過這個網路 還有網頁 就可以操縱這台機器了 所以等於是這隻熊裡面 有雙系統 一個是樹莓派 一個是Arduino 對 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樹莓派 在控制IO的部分 比較不擅長 但Arduino控制IO 它是非常的穩定 所以我的樹莓派 跟Arduino中間 我們用這個USB連線 然後 然後 對 對 對 我們這之後會做雙系統 然後會放個 這個行動電源在裡面 然後就讓它 不用插電 也可以運作一陣子 OK 那這個intel Gariel的話 是intel 它目前主推的一個板子 那如果不關任何作業系統 它跟Arduino的 那個 拼角是Pin-to-Pin compatible 那雖然是這樣講 可是它會 還是有點差異 比如說 像我們今天 有在做 這個 這個 Garriel的這個 馬達控制的時候 反正它這個 電的輸出 就是會 比較小一點 那不過沒關係 這個intel 它在 過幾個月它會出第二代 那第二代 應該就會改善這些問題 那我們也是 這次很高興 intel邀請我們 用它們的板子 然後在Maker Freer台配 做一個demo 那這個板子 我今天有帶來 就是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板子 不是很大 是x86的電腦 但是它這個 有一個比較 我覺得比較 當然它 剛第一代 有一些缺點 比如說它 沒有這個VGA的輸出 就它完全看不到畫面 那另外一塊呢 這個蘇莓派 1060的 它有HDMI 那那這一塊呢 intel它 2000出頭 但它沒有VGA出 那這邊就 有一點就是 拉差 拉差 然後再加上 它在使用上 有一點不方便 是那個 呃 好像可以懂什麼意思 因為它的那個 呃 IO的部分 比如說你要 透過terminal 你要透過這個RS232 然後溝通 可是問題是 它的RS232的接孔 是一個耳機孔 然後它在這一個 對耳機孔的RS232 但是呢 它在這個包裝裡面 竟然沒有那個轉換線 所以就是我們要 手動去焊 就買一個耳 耳機線把它剪開 然後把線拆開 然後再看那個RS232的pin角 然後再把它焊回去 然後這個是有點小麻煩 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我就想 欸是不是我可以 在網路上 在我們商店 可以賣這個 賣這個 賣這個轉換線 我那是獻財的老闆 哇 太好了 然後就是 方便 方便就是我們 就是機械統號 可以就是 很容易上手 這塊板子 好 那我今天報告就 差不多到這邊 那我叫做明達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就是 發個email給我 或是到我們網站上看一下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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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